各位朋友大家好 其實我蠻羨慕大家 因為大部分應該都是八年級吧 可以舉手一下嗎 八年級的 對對對 謝謝 因為我是 我七十三年次 我是七年級頭 是每次就是跟年輕朋友見面 我就覺得哇 就是很羨慕 因為我那時候 大聲大事的時候 真的是也是我 就是可以這樣 跑來跑去飛來飛去的時候 然後參加很多不同的program 校內校外國外 那都覺得哇 人生真是超級美好 然後 就是學很多東西 然後遇到很多 清清澈澈的人 然後 欸 越來越了解產業 越來越 就是外面的世界 然後 越來越了解自己 越來越了解自己 不足跟足的部分 那 就是會離出一條路子說 欸自己可能接下來要怎麼走 對 那我今天 就是也很感謝焦零給我的機會 可以講一下說 我們 我參與創業到現在一年多的時間 然後 還有中間產品開發是 我們公司的精髓 因為我們公司 是原創產品開發的公司 那是生技公司 我們focus在口腔領域 那口腔領域其實是在生技裡面 比較 台灣來講比較少 有公司 非常專注在這裡去 去做很新的東西 就是 有些是蠻顛覆性的 那我們算是蠻特別 那口腔其實 我最後也講到 我們其實也有在開發 其實除了人類口腔以外 寵物也有口腔 那其實在這個領域 是有很多東西可以玩 那我希望今天把東西 講得不要那麼serious 可是因為我禮拜三在另外一天講 大部分都是已經在工作 然後就 就可以 就講得比較 比較稍微嚴肅一點 講裡面很technical的東西 那 我簡單講 因為其實我畢業到現在 大概也三 四年多 然後 有一些奇奇怪怪的經驗 不管是在創業前 搞學會 然後幫很多創業家以外 就是寫作以外 那我 我工作 第一個工作 是一個異彩公司 那我也是employee number one 跟一些boston 回來 開公司的一些angel 學很多創業的東西 那 後來張研華科技 Avantech的PM 一陣子之後 就 被 我們公司的創辦人感動到 然後就 加入他的創辦團隊 那其實有很多奇奇怪怪的offer 大家這裡都很優秀 我知道 因為 八年級是 後生可畏 七年級我也是 然後 都讓我 每次都讓我覺得你們真的是很talented 那 表達人力非常的好 然後接觸到的東西有很多 我相信你們有很多外商的機會 很多 很優秀公司會recruit你們 那我今天是講一個很tiny的company 我們公司差不多五個人而已 那 我們公司呢 其實 叫做突發生技 那我們 開發第一個產品 叫 那個 牙齒的面膜 牙齒的面膜 我們一般女生就是 會用 會洗一點完 然後會用面膜去保養你的皮膚 那牙齒我們大概都知道要做清潔 那過去從清潔時代到稍微有一點保健的時代 就是你牙膏裡面開始有一些很function的東西 抗敏感 然後再礦化那些的 的 的 ingredients在裡面 那開始 但是這個東西呢 其實是 一百多年來牙膏沒有被改變 那它 其實是在設計上是有一些問題 就是 它在你牙齒上面停留時間不夠久 那因為不夠久呢 它要加一些 有機動劑 發泡劑 讓你覺得就是這個 刷牙的過程很愉悅 然後 然後 就是 很有感覺 那事實上 那些function的東西是沒有發揮太大的效果 那我們就想到就是說 希望 讓這些 有真的對你齒齒有必要的東西 留在你牙齒 齒齒上面一段時間就好 其他的都給你不要加 那我們就想到 那就是把它弄成一種面膜的方式 所以我們就create了那個 針刺的面膜 OK 那就把 真正對齒齒有幫助的東西放在上面 然後讓你就真的很像敷面膜這樣 你刷完牙就敷面膜 敷牙齒的面膜叫齒膜 那去照顧你的齒齒 特別是當你齒齒有一些問題的時候 或是你術後 需要被照顧的時候 對 那我這裡想要講的是說 因為創業嘛 那一開始一定是有一個idea 然後到product 那product 其實不是都只是設計產品 假設這是一個產品 那設計者一定要去想的是說 它要怎麼被賣 那為什麼人家要買它 所以一個product 其實它就是一個business 它要跟商業模式一起結合起來思考 你在開發它的時候 對 所以從idea到product 其實是從idea到product 加business business model 而不是只有product 一個東西而已 因為product就是一個item item放在那邊 如果沒有買賣關係發生 它就不是一個business 對 那我為什麼會加入啊 然後 我認為我co-founders就是 他們 懂得挖需求 然後他們很專注 專注在口腔領域 然後 他們想的東西夠顛覆 然後 懂得 就是 看著這個問題 是在開一個趨勢 那當然還有就是 我們主要方要的 砸了一些資金 那我覺得它中年創業 非常有覺醒 那我就決定挺它 不過其實我們幾個 這一年多來 對於配方技術 到底是不是夠屌 也是問號 那市場回饋 是不是ok 也是問號 不過最近launch 市場回饋還不錯 加一些media exposure 那我們的營運能力 到底有沒有 能夠支撐這個venture 其實我們還在考驗自己 所以這麼這麼多問號 大家想說啊 就常常會有問題啊 我準備好創業嗎 其實我跟你講創業沒有準備好的 就是都是沒有準備好的創業 真的準備好的 不會去創業 因為它一定 就是 就是touch on 有很高的sense of security 那通常創業就是有點笨笨 就是傻傻 然後反正我就是去弄就對了 我就是去mine就對了 那到時候 不要不要問題 再來修 再來調這樣子 也沒有太多 然後你strategy講得非常有logic 對 那 會有一些做的方法 但你一定要做調整 對 那 經營一間公司我覺得 你要有經營系統的概念 那我覺得有些人玩社團 就是非常非常好的practice 在學校的時候 那畢業之後 不管 或者是畢業之前 你有做實習或怎麼樣 然後建議大家在公司裡面 了解一下公司的營餘系統 營餘系統 營餘系統叫什麼 產家人發財 whatever 就是管理的一些東西 然後 有東西它背後有每一個component 都會有在製造他們的 你就是供應鏈 然後還有東西也會 involve 你financial 所以你所有的過程 都跟錢有關係 所以錢也很重要 我們有做一些募資 那對 因為我們公司比較科技導向 所以研究開發也是很重要的一個環 那其他像法務 一業合作 公商媒體銷 團隊建構 通路開發 這些都是 我想這邊有很多上學院 那這些你們大概都是知道一些 可能比較淺薄 但是這些都是每天在進行的東西 那針對某一部分 有興趣等一下我們可以聊一下 那我講一下產品 透過牙齒面膜是讓最佳的配方 可以長時間釋放在此音的地方 那我們這邊有很好玩的地方 就是說我們當然 create 重點是希望讓每個人都可以用 但是 consider它的成本 還有就是說 消費者的痛點 還有消費者可以買的affordability 那你就會想說 不可能一推出來大家都會用 這是什麼顛覆性的東西 那就會把它position在某一個市場 比較逆期的 然後消費者痛點比較高的 可以afford起的 那 然後又想要建立這個產品的價值 公司的價值 那我們就會 boss在現在雅客市場 所以中間會有很多argument 你在創造產品 特別是完全沒看過的產品的時候 那大家想說 啊他要申請專利啊 那我們公司其實 有一些principle 就是看得見的部分 去申請專利 沒看得見的部分 再當作秘密這樣子 今天 不一定有時間播這個 但是我有帶實體的產品 等一下你們 那個 今天走出去就不要想 有一個price 類似的 如果你們有想要買 可以跟我講 不然就是那個 稍微看一下 秘密配方 我今天就不講 因為它是秘密 那 其實生機產品就是簡單 一開始你確定它是 只要確定它是安全有效 那這個產品大概就可以夠了 那功能上的設計 基本上也不外乎 我們牙齒會遇到問題啊 需要抑菌啊 然後需要 需要去敏感 那它有一個再況化的機制 就是幫你的牙齒再rebuild rebuild rebuild 你的enagal 就是你的保養殖 那它有一些凝血的功能 那因為術後啊 或者是你 死因有受傷的話 是會流血 那 或是你牙周病 對 還有檸檬修骨 蘆化鴨菌般這些 那其實好玩的是說 從lab 一直到mass production 中間有超多的步驟 然後很多很多的設計的變更 那這時候involved到很多的溝通 我們設計端 工廠端 特別我們自己沒有工廠的時候 又要跟工廠的產線配合 然後工廠的人 雖然我是buyer 但我一開始沒有量 我沒有錢給他 然後只是有一個很好idea 然後跟他虎爛一大堆 我們公司又新 那工廠的老闆不一定都配合你 可是中間有很多很多溝通 需要進行 那其實這只有一個精神 就是我們根本不放棄 那中間三十幾次的那種改變 然後測試 對 那生技產業有一些地方 可能比較深一點就是法規 那如果有興趣的再跟我聊 那我跟妳講一下就是 我們產品大概一年多前大概是長這樣 Polotype 出來之後在工廠的第一次 大概是這樣子 那只是確定說 我的配方可以徒步上去 然後看能不能 就會去問很多問題啊 就我們去剪一小塊 看它的黏牙齒 因為黏牙齒很重要 要把它黏住 然後好黏好私除嗎 然後平整 就會問很多問題 那事實上我們也打槍了一些供應商 然後再來就是 真的去找到市面上類似的產品 然後去溝通 就是做醫療交代 然後後來利用他們現成的產線 做很多設計上的調整 那要是中間過程都一直在解決問題 不夠黏要去解決 然後有一些殘膠不好帶 那一直到最後出來的時候 你還要去考慮使用者的角度 來包裝你的產品 然後讓使用者體驗 能夠又符合成本的 對 讓他也可以買得起 然後還有就是包括一些溝通資訊 那這些都是按著在法規裡面 最後最後其實很重要 就是說我做的 做產品是在 是在create一個生意 不是在create一個產品 就是讓人家知道要怎麼賣 而且想賣你的產品 不然業務根本不想賣 人家不想皮膚 人家通路上不想賣成品 好 那中間過程 因為我們也發現我們配方 我在測試的過程中 我吃飯 味道都不見 然後就想說 乾脆來弄一個 就是一個美麗的意外 就剛才來弄一個噴劑好了 這樣子大家 在牙科市場以外 大家都可以很輕鬆的 可以享用到這麼好的配方 顧你的牙齒牙衣以外 又可以幫你出口臭 對 然後還有幫你出嘴破 那 一樣又是回來 就是for everyone yes not for everyone 因為它是國防店 然後價格也不貴 然後 所以可以到所有市場 那value 也可以被建立起來 因為它跟一般的 出口臭器不一樣 因為它對齒音的 對 那 所以中間有很多 在測試過程 又有很多驚奇的 就是說 我們也發現它有更多的value 那專利一樣 看得到的申請專利 但是千萬不要超笨 就是真的看得到的申請專利 因為我們一開始用工版的那個噴品 那就不用申請專利 那種都是大家都在用 那 這是為了讓它趕快到market 這樣子 那因為consider 整個公司的營運 也是要有一些收入 然後到next generation 我們才會針對它的外面 做一些設計 對 那內部配方還是一樣是秘密配方 那下面幾乎都一樣 對 那一樣會遇到法規的問題 做一個產 生技產品 就是從它法規現在的思考起 對 它大概要定位在什麼樣的產品 那所以你當你創造出產品 很新很新的產品 事實上沒有一個 就是說很難有 既有通路 所以說嘿我幫你賣 因為你東西太新了 它連定義都不知道怎麼辦 所以你要自己定義它 就給它一個品牌 給它一個身份 然後把它推出到市場上 一陣子之後當然 就慢慢就有通路說 欸那你這個concept不錯 然後產品也不錯 然後我幫你賣這樣子 那我們成立的粉絲團 這些比較基本的 然後樂天 現在在特匯 就是樂天商場 然後等於是要create一個品牌出來去賣 你開發出來的產品 對 那這個是有個人經營的那個非營地組織 那其實目標是在為整個華人創業前面做一些加速 那因為現在年輕人創業有很多 那中間有很多經營的細節 如果大家有興趣來問我 因為有時間很快不夠 那也是希望跟大家講說 現在創業圈是還蠻friendly的 就是如果想創業是有一些路可以走的 那這是台灣 我們社群 我們社會跟這些社群都 一些多多少少的接觸或合作 那其實有非常多的組織團體 在private sector都在幫年輕人做創業 好 那其實我希望大家思考一個問題 就是打工跟創業 創業就沒有老闆了嘛 這邊工作過的都知道就是說 其實還有很多的 客戶也是你的老闆 投資也是你的老闆 員工家人都是你的老闆 那上班真的有比較保障嗎 對 我覺得大家可以思考這些問題 然後想過怎麼樣的生活 開不開心 你最後其實是 還是在走一個自我實現的路程 今天很多講者都會講到 對 不好意思 今天就是時間也不多 那是 記住三件事情 就是說 ideas很重要 那執行力 就是 mean is everything 那最後真的公司會成功是 team 很重要 team很重要 對 那謝謝 謝謝 謝謝 谢谢大家